突然間有太陽了 突然間有太陽了 天氣很開 那邊有耶穌光 這三網過去好像是紐西蘭的山 哈哈哈哈 但很好笑的 我是沒有去過紐西蘭的 如果在外國應該會有幾隻羊在跑 踏上天梯的旅程 Hello 大家好 是我Karen 騎雲鑼 歡迎你又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去到屯門 我們要走一個比較難的山 因為天氣涼了 我們今天要走九徑山 我們已經來到寫著物理浩徑終點的牌 這裡是我們的起點 其實很多行山的朋友都知道 這個地方是很多路徑的起點 詳細交通和點 我放在下面那裡 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走吧 有很多人 所以現在就不要脫口罩 一會兒小人一點 我們再進行這個脫罩儀式 開始了不久就看到很長的黃色欄杆的樓梯 你就知道 當然是爆寒的很短 那我們繼續上吧 這條黃色的樓梯 如果你不停的話 大概可能三至五分鐘 你就會看到下一個物理浩徑的指示牌了 剛才有個牌寫著大梨岩交野公園 我們就不要走進那個牌 是相反方向另一邊的 轉左那邊 我們現在就繼續走 在上完一堂樓梯之後 景觀就突然開揚了 前面有個指示說去南地水塘 我們也是往這邊走的 轉了上去南地水塘那條路 那個梯級就不是石屎路了 就是一些大的石頭路 其實這條路我覺得大家都不陌生 因為是黃岳南地水塘的路上 不過我也是覺得它很漂亮 我也是那句 最近來源的大雨 那些溪界充滿水 濃濃的水聲 所以我也是很想開機拍給大家看 很多鳥仔在這裡叫 牠們是否喜歡秋天呢 後面很漂亮 綠油油的大草原 如果在外國應該會有幾隻羊在跑 天氣涼了舒服了一點 天氣涼了舒服了一點 這樣其實也是穿背心也很熱的 但不是夏天那種 就是窄色那種 我們走完 剛剛那條沿著松樹的領路 大概半個小時 我們會看到面前這個 這個叫做東升亭 即是叫它不要升的亭 蘭桔王 旁邊會有一條樓梯上去 就是傳說中的天梯 好像全香港都有很多條天梯 我們來體驗一下這條天梯 有幾條天梯 走吧走吧 剛剛踏上了天梯 已經看到後面是屯門 青山的特色 光秃秃 很多石頭 旁邊其實是一個 好像峽谷的位置 這條樓梯很直 很快 你看到已經是高了很多 踏上天梯的旅程 剛才上了第一節天梯之後 天梯給你休息一下 有一節平路 然後就 繼續來了 大峽谷 不過不是菠蘿那個 是我自創的綠色 大峽谷 這條天梯上也都還沒完 不過我做的路放棄很好的 石鼠路來的 所以 OK OK 繼續來了 到了 看到這塊屋 還有結布路 我現在在畫框 這裏是九徑山的石屋 現在看出去都很開陽 前面就是大陸 我們面前這些山 都是矮過我們的 這個畫框 不知道為什麼我很喜歡它 我剛才拍了很久 剛才那條天梯真的挺直的 其實我都沒有出汗 我真的滲汗 我沒有爆汗 所以 天氣真的涼了很多 冬天要來了 玩水真的無望 不用想 對我來說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繼續走 一會兒應該是水石 就會戴手套 還有拿支棍棍出來 應該 再拍給大家看 又說直升機停機均 很多人在這裡拍照 不過我不拍了 很多人 很漂亮 這裡看到海了 看到港島 那些是什麼 大嶼山 很喜歡的 九龍 都看到了 我現在走過去 那堆旗石那裡 那裡好像看過去 斷毛碼頭的景點 那裡更加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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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今天呢 能見到不是很高 好像有一層霧的空氣 所以其實我剛才拍的景點 那些鏡頭都不是 噢 突然有太陽 突然有太陽 那天好愛我 那邊有耶穌光 那邊有一點點 我們身後這裡 就是千島湖 我看了千島湖 就在那邊 然後另外那邊就是大嶼山 下面就是黃金沛昂 很漂亮 很漂亮 來到這裡 有一點點都不知道 跟大家說 我走了哪一條路 大家都在開一個 行山APP 有一個叫做 Hong Kong Hiking Trail 的APP 我也蠻推薦 不過我想其實大家也知道 是嗎 現在要走這個沙石路 下山了 那之後最好 就是隔行山上 和帶手套 因為一個路況 就開始變差了 就是這個青山附近的山的特色 碎的黃泥石 很漂亮 很漂亮 衣服看過 好像是紐西蘭的山 哈哈哈哈 但很好笑地 我是沒有去過紐西蘭的 這裡也很漂亮 看著這個黃金海岸下山 然後這些碎石和沙油出現了 走這裡 我斷了戴上手套 和行山像 不過我覺得暫時還可以的 所以我還沒戴 繼續都是看著這個 條門碼頭 和大嶼山下山的 路貨不算太差 就算沒有行山像 也勉強OK的 上面就是石頭魔法陣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很有魔法感 看到很多石頭 一粒一粒的 在山上 很搞笑 聽到那邊有一些水聲 應該又是颱風之後 遺留下來的溪水 又再一次上演 大自然和城市一線之差 旁邊就是很多人住的市區 是屯門 然後呢 這裡就眼望 其實也不是就眼望 是真正的 黏著它就是石頭山 我叫它做石頭山 看到其中一個打卡位 這個我叫做切開的方包 有 好搞笑 我發現蟲樹BB 我最喜歡的蟲樹 最喜歡是BB版 超可愛 摸摸它 它很翠綠 摸上手 它是 像什麼 好像膠條 但是滑滑滑 有些很小顆的蟲果 好可愛 平常不夠高 因為我不是長頸路 現在已經下跌了很多 還是那句 大家要看地圖 因為這裡真的很多條分岔路 我們現在就看著屯門公路下山 一直都是 下到飲水道 我已經走出主道那裡了 其實九徑山 這條路 你看到我去到中段 已經沒有再和大家說 怎樣走 因為都沒有辦法再和大家說 其實去前半段 上山 石屋那裡 是很明顯的條路 鋪得很漂亮的樓梯路 過了石屋之後 已經是有無限條分岔路山路 所以其實看地圖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損心的話 還是想看山頂 我們拍得很漂亮的景色 你不如就沿路折返 因為剛才回到大路 我們就會轉右 這條路也是物理浩徑 其實我們今天選擇這條路 主要是回到我們今早起點 原住人水道一路走 就會回到今早物理浩徑終點 就會完結我們今天的旅程 喜歡我的短片 欣賞完我的影片 覺得很開心的 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開啟小叮噹 你就會忘記了我任何新的影片 今天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